这些昂贵的手表都是这个诈骗集团的战利品 台北市地震局去年底向地监署举报 有不法集团卫造代笔遗嘱 向地震机关申请继承不动产过户 经济调印尺组成专案小组侦办 最查发现有帮派背景的蔡姓祖贤与蔡姓律师 分局远景五名新北市县任及卸任里长 还有护车人员勾结 锁定独居或与子女关系疏远的罔顾长者 透过卫造代笔遗嘱等方式 到地震机关申办继承遗产 其中有六件得手 五件正在进行诈骗中 则被警方及时拦住 台北地监署于去年11月 受理地震机关举报 有不法集团利用回造代笔遗嘱 申办继承不动产过户 所以指挥本大队于台北市教署 供组组案小组 检察官从蔡姓祖贤前案查扣证据 发现有伪造代笔遗嘱组织 情势 经比队六件均由蔡姓祖贤律师认证 亦有多名公司员工参与 经离清该集团组织架构犯罪 被守法及成员角色于今年7月及9月初执行两波拘收行动 共查获犯前51人 其中有律师、里长、户政人员、地震等专业人士 嫌犯从地震局公告遗产 发现被继承人 之后从里长、警政人员、户政人员 查询得知继承人跟被继承人的资讯 之后这个公司业务去寻找受与证人跟见证人 然后给引用金 之后来伪造这个租认契约 进入这个被继承人的房地产之后 取得签名之后 再伪造被继承人的签名 之后请这个专业的律师来认证代笔遗嘱 并指导来编造受与证人与见证人的这个聚文 那最后请这个第一任师的这个公司业务去申办这类记者文件 还使得这个被继承人的这个遗产遭过户 警方已经将蔡姓律师等人依诈漆 伪造文书及违反贪污资罪条例等罪 移送地检署侦办 其中蔡姓律师等五人经法院裁定挤压禁件 并顺利查扣房产期件 及土地实施笔获准 刑事局方面也呼吁民众 如果遇到亲人离世 应该立即办理继承登记 另外内政部也推出地级异动及时通 民众可以填写申请表 到全国任一处地震所临贵申请 以阻止不动产被诈骗集团趁机移转过户 记者张气腾台北报道